男子遲到与警方对峙 多名远警高度戒备 警方一边劝说一边布阵 准备要逮人 男子遭压制逮捕 随后被带回警局 警方之所以会找上他 是因为他打伤了里长 遭男子痛殴 头部手部到胸部都是伤 被打的是66岁的台南市北区政绝里里长吴童吉 就是因为11月1号里内一间透天座发生火灾 屋内清出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滞在路边 被李民抗议 里长帮忙亲收 却被打 虽然里长不想追究 但是动手的黄姓男子还是被依法送办 警方调查判断与选举无关 但是会加强里长住家安危 只是正值选举期间 这样的暴力事件难免敏感 华视新闻刘涵生 邱君平徐静一台南报道 优优独播 2003 Hahn 唯诚 跟大家acker